重泉的功能形成 重泉这个朝阳一村刚刚造好的 这个都是牢魔住的 它这里还有个电梯 出屋间吧 哇 这个出屋间 放上去 这些环带的 估计也是有我们的出屋间吧 但是隔的都不一样 哇 你看啊 这个就半个阁楼 哦 半个大阁楼 三楼是最舒服的 哎 如果是这样的地方吧 哎 又回到龙堂房了 一楼 二楼都没办法 这三楼好呀 三楼多了个阁楼 这阁楼起码还能站直呢 是吧 哦 看到吗 看到吗 就这样了 后面都堵实的 而且就半个阁楼 这阁楼都大了 下面多少可以往上面 哦 它有的 这个就阁楼不一样了 哦 红神仙的门开的不一样 开的设计就是 啊 这 这里都能停车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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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哎 这为什么隔楼不给他 这叫隔楼没给他 让他从外面上去 没有敲隔楼的洞 那隔壁就敲了 这里还敲得这样 像个吧台 大石挺大的 后面还有 这里有刚刚那个的唐普路 掉树叶 掉树叶 观众朋友们 如果给你这个房子 你会不会来住 第一个如果是无偿的 你肯定会来住 不要你钱的肯定会来住 第二个 第一他无偿给你住 人家里人家生三个小孩 你会不会来住 是不是 第二个 收你钱的你会不会来住 实际上都是大同小业 一剃三副 你比如说把那个做六层 做六层做个五层更加开心的 对不对 如果困难的都是劳动模范 对不对 你应该照顾别人 给他大一点的房子 现在谁还住三十平米 以下的房子 是不是 有钱的夫妻两个 三十平米 几买五六四个吧 中国的最低的标准是 每人六十平米 每一个人六十平米 你三十个平米 一个人都不到 如果隔楼算在一起 还在就一个人 就一个人的那样 老百姓是 无所谓 他是劳动模范 他们是劳动模范 我也不知道 什么模式不知道 估计是拆了出现 估计是拆了出现 但为什么不见高一点呢 高一点政府还能赚钱 我搞不懂 这以后弄得是挺快的 这里都能停车的 但平方太少了 最大一个三十都不到 对吧 隔楼不算 隔楼不算没几了 好多细节都没考虑到 如果是三楼的 那个细节要考虑的话 它这个地方都一样大小 反正大家都认为了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如果给我的话 结婚分了一套房子 分给小孩 如果我是年轻的 还没结过婚 还没小孩的话 我如果给我最小的 不一样我也不知道 不一样 我的房间跟他的 我的将来跟他们将来不一样 每个人的诉求不一样 是不是 我的诉求 如果我是这样的 最多生一个了 不会生两个了 生两个怎么办 生一个女孩比较好 如果我的情况是 生一个女孩到处家出去 我就不管了 生个男孩 我的压力三大 生两个肯定不可能的 这个条件的不想生两个肯定不起 没条件的 你看他住这么小的房子 他怎么来生呢 怎么来养啊 估计也是一样 到现在还没照好的 估计都是没照好的 这是朝阳两床 还好呢 我说是不好 你看 你看 东西都差不多 大家都一样 这里还没 怎么可能不给呢 那阁楼你照一个老虎 听说不挺好吗 上面也亮堂 你同意照一个 没了一个老虎 你知道吗 到什么城啊 这个前世谁出的也不知道 估计是生不出的吧 但是这个 生不出的以后 如果大一点的 要稍微高一点 每层有两层的 有个阁楼 都不挺好吗 层高照高一点 照个四米五米 再来点要求 不能出租 估计还是 这个性质还是 是租赁的性质 到时候再来拍拍看 里面住的幸福不幸福 老百姓 用叫投票吧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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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数公间 啊 您的位置 啊 这里都算 照样一层的 啊 这里都算照样一层的 啊 这里都算照样一层的 啊